你們好玩啦 你已經扛很多對上的壓力 或是大家對於你的期待什麼 然後他還要再對不起我們 我就覺得我們之前演那麼多詩 我們都也是抱歉抱歉 他的抱歉就是 又想要彌補我們什麼 我覺得會更心疼 我來講解一下好了 剛剛那個很感人的部分 抱歉就是 我其實在平時練習 射件事其實是蠻穩定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準心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然後 射了一個有史以來 自己都沒想過這麼不好的成績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是很抱歉的 我就跟大家說 欸集合一下 然後我跟大家抱歉 然後抱歉完之後呢 我就說 好為了彌補大家 我請大家吃飯 然後結果西西就哭了 然後我覺得 不是會感染 我看到他哭 我就其實 哇 我會覺得 我不應該這樣 結束之後 我看到大家 紛紛的來 安慰我 其實我覺得 這好像很不應該 我好像變成了一個 大家需要 安撫的人 身為隊長 應該是 角色是互換過來的 我覺得自己要快速的調整 承認自己的失敗 然後 趕快的 好起來 說應該是大家一起啦 我們就是團隊一起啦 那時候就是我們說要請大家吃飯 然後我們就覺得 幹嘛 又不是你的問題 就是你已經扛很多很對上的壓力 或是大家對於你的期待什麼 然後他喊 他喊要再對不起我 我就覺得 我們之前演那麼多的詩 我們都 也是抱歉抱歉 他的抱歉就是 又想要彌補我們 我覺得會更心疼 對阿 我覺得 比賽就是這樣 就是練習不等於比賽 然後 我們也都盡力了 那我覺得剛剛其實很感人 就是 小潔講的那一段話 可是我真心覺得 有被鼓舞到 被 被 典型 就是 我們 只有不放棄 然後繼續努力 才能打敗自己的失敗 我們付出也夠多了 但有時候比賽就是這樣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運動 你有付出你就會得到 真正該有的東西 但其實不是 真正得到的是 你要怎麼樣去克服我 全部的因素 然後把自己最穩定的東西 發揮出來 然後怎樣去正向面對比賽 對 所以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下座再來過 我們 我們 讓我們自己再好一點 用正向面對比賽 讓整體也做得好起來 給自己 給觀眾 給藍隊看 我們就算怎麼樣 我們就算成績怎麼樣 我們就算怎麼樣 我們態度是好的 我們氣氛是好的 我們面對比賽態度是堅定的 這才是運動真正的本質 想要做什麼 這就是本質 好不好 我們千萬不要放棄 哭沒關係 我們結束 整理好心情我們再來過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輸最害怕什麼 堅持 真的 你堅持下去 有一天你真的會擊敗他 所以我們盡量加油 我們一定要加油 加油 加油 紅隊 龍手工具 Yay!